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保罗来到特弊,又到路斯德 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泰 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 他父亲却是希腊人 路斯德和以格念的弟兄都称赞他 保罗要带他同去 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 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 就给他行了割礼 他们经过各城 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 交给门徒遵守 于是众教会信心越法兼顾 人数天天加增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 他们就经过弗吕家 加拉泰一带地方 到了美西亚的边界 他们想要往地推泥去 耶稣的灵却不许 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 在夜间有一项陷于保罗 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 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保罗既看见这异象 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 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于是从特罗亚开船 一直行到撒摩特拉 第二天到了尼亚波里 从那里来到菲利比 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 也是罗马的住房城 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 当安息日 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 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 我们就坐下 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 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 名叫吕迪亚 是推亚推拉城的人 素来敬拜神 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 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 他和他一家祭领了喜 便求我们说 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 请到我家里来住 于是强留我们 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 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 她被巫鬼所赋 用法术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力 他跟随保罗和我们 喊着说 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 对你们传说教人的道 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 保罗就心中厌烦 转身对那鬼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 那鬼当时就出来了 使女的主人们 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 便揪住保罗和希拉 拉他们到世上去建首领 又带到官长面前说 这些人原是犹太人 你骚扰我们的城 还我们罗马人 做不可受 不可行的规矩 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 官长吩咐 剥了他们的衣裳 用棍挡 打了许多棍 便将他们下在尖里 辱夫禁足严谨看事 禁足领了这样的命 就把他们下在内尖里 两脚上了木狗 约在半夜 保罗和希拉祷告 唱诗赞美神 众囚犯也侧耳而听 忽然地大震动 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 监门立刻全开 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 禁足一醒 看见监门全开 以为囚犯已经逃走 就拔刀要自杀 保罗大声呼叫说 不要伤害自己 我们都在这里 禁足叫人拿灯来 就跳进去 战战兢兢地 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 又领他们出来 说 两位先生 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他们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他们就把主的道 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 当夜就在那时候 禁足把他们带去 洗他们的伤 他和属乎他的人 历时都受了洗 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 给他们摆上饭 他和全家 因为信了神 都很喜乐 到了天亮 官长打发差役来说 释放那两个人吧 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 说 官长打发人来 叫释放你们 如今可以出间 平平安安地去吧 保罗却说 我们是罗马人 并没有定罪 他们就在众人面前 打了我们 又把我们下在监里 现在要私下 撵我们出去吗 这是不行的 叫他们自己来 领我们出去吧 差役把这话 回禀官长 官长听见 他们是罗马人 就害怕了 于是来劝他们 领他们出来 请他们离开那城 二人出了间 往吕迪亚家里去 见了弟兄们 劝慰他们一番 就走了 我来说 我来说 是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